我們未必每個人都是藝術家或藝術導師 甚至我們對藝術認識的程度每個人都有不同 但作為身邊的人 我們又如何陪同不同能力的朋友在藝術道路探索呢 今天請了兩位嘉賓跟我們聊聊天 其中一位是道辭佛社楊日林紀念學校的導師吳老師 另外有香港紅十字會金雅迪中心的其中一位同學家長Henry和我們聊天 不如先和Henry聊聊天 由家長入手 我們不如介紹一下 兒子Connor參加了藝衍生計劃 本身是做甚麼藝術創作的 本身是畫畫 其實比較簡單都是一些畫作的東西 但入了藝衍生就學多了很多不同類型的創作 豐富了自己的創作空間 從他小時候開始 你見到他有興趣或天分還是在上學後才慢慢發現 其實小時候很多家長都會讓他去畫畫班 初學時都是級別客多 後來轉了一個老師 老師好友他增加了創作空間 例如他用一些很難我覺得很怪的顏色 他反而鼓勵他覺得顏色的運用上是比較特別 我便開始留意 是真的挺有趣的 變成在互相對一樣東西的認識之下 便開始發覺原來他在畫作的創作上 可能手掣控制比較差 但顏色的運用又比較有光彩和空間 慢慢給他更多一些後滑畫 反而開始你見到顏色那件事 覺得他可能用一些比較特別的 但慢慢你發現他可能這件事 還是他的特色或是他的擅長的東西 說多一點點 你覺得開始怎樣是顏色上的 或是跟別人不同或是特別在於甚麼 例如小時候都會畫水果、食物 他可能畫蘋果不是紅色的 可能是藍色的蘋果或是紫色的蘋果 其實他不知道是否漂亮 可能是覺得這顏色吸引他就用了 但老師便不會阻止他 他覺得這是特別 開始慢慢就說 你的蘋果既然這顏色有陰影深淺 你可以否調較淺色一點 做陰影更漂亮 又或不是每個平台一樣色 可能有其他顏色的混合 我便開始發現原來他用色的方法 是跟我們所謂一般人的認知不同 因為他的認知不是我們那些認知 開始不可以鼓勵他 第一由他先創作 你不要說他對還是錯 做完整件事出來 才告訴他你怎樣可以改進 當然我自己不是一個藝術很厲害的人 我只能用旁觀者很雷紋的角度去看 有時要跟老師談 他這樣是否要改 或是否讓他告訴他 是不對 他便說不用的 由他先做 他做了之後 他自己找到自己的顏色的路向 他慢慢有機會發揮得好一點 只不過現在我們在技術層面 盡量慢慢讓他學習多一點 不過我聽過很多的故事 或是應該是大家很多家人 都會一望到兒子 可能用一些特別的顏色 或是跟其他人不同 都會說都不像的 都不是這樣的 很多時就會停止他 我相信 家長可能因為他都不認識藝術得很深入 這是一個直覺 但你剛才說在過程中 你學會這些放開放手 令他在裏面更加探索多一點 這個轉變心態 你自己記不記得這個過程是怎樣的 可能跟我自己做的工作以前有關係 我都是會投資在startup 很多時你有心的創意是很重要的 現在創意在哪裡來呢 你是一個局限的空間以外的東西 如果在同一情況 派在我的小朋友或我的家人裏面 我只能夠做這一種創意 因為這不是創意 你還在階段裏面 你要走出去 無論你畫的形狀 無論你畫那個 像我兒子畫 人樣的樣子是很有趣的 但完全跟他人似 又不卡通 但看一看又漂亮又特別的地方 加上他用色又是比較特別的 我又覺得 這個混合又不是他 OK 你不給他創意一點 他怎會有自己的風格 所以就試吧 有loving to lose 剛才你很謙虛 說你自己不太認識藝術 但我知道你本身也是一個攝影的愛好者 可以這樣說嗎 其實你本身對作品或美感 都有一種認知 認識或是你自己的感受 你平時有沒有跟兒子一起談藝術 或在他的創作上 你會否一起參與 通常會怎樣 其實就不會特別多 剛才你也說了 我學生藝術不是太大的認識 學都是中學而已 只是有時候 一個審美眼光 我覺得跟你認識藝術是兩回事 因為可能一個普通人也會有審美眼光 只不過用一個普通人的方法 加一些我自己想他 影響到他思維的態度 令他可以鼓勵他多些 做多些不同的創作 其實創作的東西是你不去做 你會知道創作是否成功 所以一定要試 每次來他畫甚麼 我都說你今天想畫甚麼 今天我想畫某某明星 很難的 不如試一下吧 夠不夠顏色 夠不夠畫紙 父母就是給他一個空間做 所以從來在我的角度 我不會問他 我給你意見 不要我的眉毛太粗 眼睛低了 我問為何眼睛低了 他說 這張照片是這樣的 那張照片是有一點高低 但不會拒絕他那麼誇張 他見到一些東西 他強調出來 我認為他的觀察力 可能是有的 不是完全低到很差的那種 我聽到你會問他原因 多於去評論他作品 究竟是好或不好 或是說成怎樣 而是你會問他為何這樣說 這是你跟他相處或溝通中 你覺得是有效的方式 是有效的 我覺得很重要 你不要注重結果 注重過程 像我拍照一樣 我不管結果是否漂亮 我喜歡認真過程 跟誰去哪裏 認真過程後 結果是否好 我覺得漂亮就行 我不用人認同 我對兒子的態度也一樣 只要你覺得開心 坐著覺得六個小時也好 三個小時也好 你畫那幅畫得開心就可以了 我最記得有一個 以前小時候學畫畫 每一堂有一幅畫回來 我便說 兒子你這麼聰明 每堂都畫一幅畫一小時 原來老師畫的 起碼幫我伴手 是否轉了現在的老師之後 一個月四堂都畫不到半幅畫 我最初有些懷疑 兒子是否退步了 其實發覺不是 是老師 不會捉住他的手畫 你慢慢畫 你就慢慢畫 我便看到 其實不是老師給空間這麼簡單 而是老師給了機會 他享受畫畫的過程 好過你 一定要一個星期交一幅畫給我 這是教育制度問題 但作為一個家長 我經常說 你最重要的小朋友是甚麼 開心 當然健康也很重要 除此之外沒有要求 他做到做不到不是重點 之前的單元我們有提過 我們不要用量化 用數字去衡量 參加者的成果是甚麼 而是在深度才是重要的 剛才你提到重點 你會明白為何他畫那件事 其實他不只是畫了多少個作品 而作品對他的意義是很大的 這個的放手其實是否嫌疑 或者其他家長應該如何嘗試走出這一步 因為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一步 放手給我的小朋友去試 對你來說是否難 對我來說 很多年前剛才知道他有這些問題時是難的 但後來你想開了 你可以改變 改變不了 那就由他走 人生是他 不是我 我是父母 我給一條路 最多給你兩元坐車 沒事的了 你走不走得到 有沒有跌倒 跌倒 怎樣站起來 你自己努力 不關我的事 難不難去處理 或者有這樣的心態轉變 我就覺得其實不難 你越大期望 就是失望越大 只要你將期望減低 你自然自遇到所有東西 在Connor藝術成長的路程中 你見到他有甚麼轉變 他接觸了藝術 或者開始畫畫後 會否對他的人也有不同 有 自信心大了 因為他畫完圖畫後 無論是老師 同學都好 都鼓勵他畫得很好 你的顏色用得很漂亮 他自信心大了之後 他對於做人處事 或者跟別人交際 他的信心都高了 我真的做到一些事 而不是一無是處 尤其是對他們的小朋友 始終生活上有點難題時 找到一個自己 很有把握的一種活動 我覺得是很必須 之前我們跟其他嘉賓說過 藝術的成長不是在藝術上 而是反映他的生活上 我們剛剛跟家長聊天 下一節回來我們會跟老師聊天 究竟作為學校的老師 我們又如何跟同學同行